大家好,歡迎收看Science at Festive Feast 考考大家 通常團年、過年或中秋節時 跟家人團圓會吃甚麼呢? 就是湯圓 我就是一個可以吃很多粒的朋友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做一個新春湯圓 你別以為湯圓好像很容易做 但其實內裡也有很特別的科學原理 我們今天的材料就有 中文字幕君 湯圓在包的時候是實色和硬的狀態 但煮好的時候是半透明和有咬感的狀態 就是因為澱粉護化作用 糯米粉裡面的澱粉火粒 具有結晶區和非結晶區交替的結構 通過加熱提供足夠的能量 水份就會進入非晶體部分發生作用 澱粉火粒體積會略略膨脹 外觀和內部結構暫時不會有太大變化 如果這個時候冷卻和抽乾水份就會恢復原貌 如果溫度繼續升高 澱粉火粒就會逐漸膨脹 水份進入澱粉微晶間隙 造成不可逆轉 大量吸水同時結晶開始溶解 破壞了結晶膠粗區藥的輕鏈後 澱粉火粒會開始水合和吸水膨脹 結晶區會超實 大部分植鏈澱粉溶解到溶液當中 溶液黏度增加 澱粉火粒破裂 這個過程就叫做糊化了 煮好了的湯圓就會浮起 大家又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湯圓糊化作用進行的同時 湯圓的物理性質都會有改變 當水進入到澱粉分子之間形成新的結構 湯圓的體積就會增加 水中的湯圓同時承受浮力和地心吸力 利煮熟的湯圓承受的地心吸力比浮力為大 隨著煮湯圓糊化反應持續 湯圓體積持續變大 所受的浮力都會因此而持續增加 等到湯圓得到的浮力 等於湯圓本身的重量 湯圓就會浮到水面了 希望大家明天品嘗湯圓的時候 都會記得我們講解過的科學知識 祝大家美滿團圓 想知更多關於香港桂冠論壇的資訊 記得追蹤我們的Instagram、Facebook 以及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